二叔 文宇哥哥 二叔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说什么呢 我不明白 剪刀 那把剪刀 本来就是他的 可人不是他杀的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个替罪羊 否则官府追查下去 定会插到你的头上 至于那个霓裳 就算她倒霉吧 我不能让霓裳替我背负罪名 你静止是疯了 好不容易有个替罪羊 可以令你脱罪 你是何其的幸运 你难道自己还要往坑里跳 可是这样我害了你吵着 我不能害了你吵着 那你就可以害了苏氏一族吗 如果你去自首 势必就要成命 苏家若他的家业 就要回在你的手里 定会你自己想 难道你也不会苏家 剩下几百口人着想吗 这个霓裳本来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你跟他在一块能有什么好气功 你难道要为了他 会要整个苏家吗 豫章我跟大哥 如何去面对列祖列祖 从今日起 没我的命令 你不准从苏家办法 直到此事了结为止 二叔 事关苏家的前程 由不得你 来人 给我看住他 二叔 你不能这样啊 闻云哥哥 你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这样啊 你们放手 闻云哥哥 怎么会这样的 闻云哥哥 你不要难过了 男儿当以大局为主 方才二叔的话虽然无情 但却是自死争妾 你不能这样 相比霓裳 苏氏的整个命运 不是更为重要吗 人生难免会有所取舍 所以你也不要太难过 这都是命啊 况且 我会陪在你身边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闻云哥哥 我都不会离开你 最近你还是不要出门了 在家看看书也好 晒晒太阳也怕 反正家里大 总有法子打发时间 你也要和二叔一样吗 这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那如果我一定要出去呢 没有如果 没有二叔的命 你出不去 少爷